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约性的支持 我们开篇了个新的频道叫做王室时讯 将会以全新的视角为您报道更多更爆的娱乐新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并订阅关注我们 最为特林英国王室的一部分 梅根马克尔和哈利王子将在明天4月1号正式失去他们的王室身份 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 由于他们离开英国王室还需要一定的缓冲期 再加上全球形势严峻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梅根和哈利王子都快没钱了 两人财务上的压力正在慢慢的变大 并且直接影响了夫妻两人的关系 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 梅根马克尔的好莱坞梦想可能很快就要破灭 根据英国医报报道 因为皇家内部人士透露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情况越来越恶劣 梅根已经命令哈利王子去找工作 他解释说梅根对此感到恐惧 他梦想成为好莱坞女王 但是却被目前的金融问题所摧毁 梅根坚持要求哈利王子采取行动并解决危机 这听起来像是王子的求职之路 但是不幸的是哈利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王子 他的贵族头衔随着脱离英国王室而消失 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哈利王子没有对应赚钱的技能 也从未从事过真正的工作 哈利王子从高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军事学院学习 接着却不对服役 他没有大学学位 也不懂第二语言 只对军事训练略之一二 梅根是苏塞克斯家庭中的主导力量 特别是在两人辞职之后 梅根的姿态越来越强硬 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 这已经不是梅根第一次以老板的姿态要求哈利王子 想必此刻哈利王子一定感到绝望 很显然是梅根马克尔说服他的丈夫离开英国王室 这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 如果两个人仍然在英国生活 就不会有这样的金钱问题 梅根也不会遇到这样的财务危机了 自从梅根说服哈利王子离开以后 他们现在已经接近一个普通人了 在梅根嫁给哈利王子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 哈利王子失去王室身份 没有专件能力 这就好比梅根·马克尔爱上了超人 却迅速的让他失去了超人的能力 现在哈利王子也是无能为力了 当然仅凭哈利王子的名气 他后续还能创造一些经济价值 但是在如今的全球形势中 这变得更加困难了 而且特朗普还在自己的推特上 告诉这对前王氏夫妇 他不会为两人的安全付出任何的代价 口吻非常强硬 这对两人的困境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一位内部人员描述了两人的最新关系 他说哈利王子为了他叛逆的美国妻子 放弃了算式生活 然而从他脸上却能看出 他的这种牺牲引起了爆炸 目前俩人的婚姻很紧张 可能处于破裂的临界点 梅根和哈利待在加拿大的房子里百感交集 而是他们火速搬到梅根的故乡洛杉矶 但是梅根无法得到英国王室 以及美国政府的任何经济帮助 财务危机正在逐渐的加重 梅根对哈利王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 在他成为好莱坞巨星之前 这一切似乎不会改变 祝哈利王子好运 接下来是哈利梅根正式从王室中离开 专家说他们意识到了地位和身份的转变 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夫妇哈利梅根 已经带着他们的儿子阿喜移居美国 按照他们和王室达成的协议 从今年起他们将正式地从王室中退出 这对夫妇很有一天的时间 但是他们在社交媒体账号上 发布的信息似乎暗示 他们已经提前意识到了身份和地位的转变 不再将自己作为王室高级成员看待 哈利梅根在他们的萨塞克斯皇家账号上 发布了一个新的帖子 对冠状病毒患者表示了质疑 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和官方网站 在近期一直保持着活跃的状态 这对夫妇在病毒开始流行后进行自我隔离 宣示要在隔离状态下找出最好的方式 为全球流行的疾病做出最佳的贡献 即使被多位的专家抨击 什么都没有做 这些行为毫无意义 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帖子中说到 正如我们都能感受到的 这个世界在这一刻显得是格外脆弱 然而我们有信心 每个人都有机会和全力做出改变 正如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所看到的那样 在我们的家庭 社区和前线人员中 我们能够共同提升彼此实现这一承诺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全球每个人的健康和幸福 为这个大流行带来的诸多问题 找到解决方案 当我们都意识到了自己 在这一场全球性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时 我们开始关注这一篇新的篇章 以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做出更多的贡献 然而在哈利夫夫分享的信息中 一位王室专家指出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 他们不再和国家有直接关联 不再以王子王妃的主角身份直接呼吁外界 选择将带头的角色让给其他人 他们只表达敬意和关怀 王室专家佩妮诸诺指出 哈利梅根意识到他们不再是王室高级成员 他们选择让开 让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来领导帮助世界 和他们的国家度过这场危机 诸诺女士说 女王和威廉王子发布的信息 以及剑桥公爵夫人的孩子们 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工作人员鼓掌 这是对外界极大的鼓励 这很重要 但这一切绝对是王室这个大家族的职责 现在属于边缘地位 包括哈利梅根的王室成员 与带领外界对抗这场危机 是完全不相关的 除此之外 哈利梅根也在正式的退出王室后 将不再被法律视为受国际保护人员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 不会为他们的安全费用付钱后 这对夫妇发布声明称 从未打算向特朗普请求施舍 据报道称 这对夫妇已经招募了一队前特种部队士兵 来保护他们在洛杉矶的性价安全 据报道 这对夫妇将从两家入围的保镖公司当中 做出选择 这两家公司都曾保护过多的知名人物 单时价格统一昂贵 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媒体 这并不便宜 大约每人每天400英镑 他们将很快组建为一个24小时待命的团队 总账单每天将达到数万英镑 哈利梅根现在的明星很大 至少与世界上最大的一线明星不相上下 他们拥有这种级别的保护是必要的 最后是梅根决定长期的定居美国 哈利将申请美国国籍 并宣誓不再效忠女王 根据太阳报最新报道 梅根和哈利一家人在美国和加拿大交通关闭之前 达成了末班航方 飞往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生活 这是一次看似是匆忙的行程 但是梅根和哈利王子已经计划了很久 这里是梅根马克尔的孤家 他有充足的人脉和社会资源 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不过对哈利王子来说 全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众所周知 梅根一直将他的美国国籍视为珍宝 即便住在英国的城堡里也没有加入英国国籍 根据太阳报的最新报道 在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离开加拿大 前往加利福尼亚之后 哈利王子可能被迫放弃他的苏塞克斯公爵头衔 成为一名完完全全的美国公民 因为如果哈利和他的妻子梅根 选择永远的定居美国 那么哈利将不得不正式放弃任何贵族头衔 哈利王子如果决定永久地居住在美国 那么他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1970年 美国首次通过入籍法 所有加入美国的新公民都必须进行宣誓 申请人必须先要理解入籍的宣誓效忠 然后再开始申报自己 有意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对美国宣誓忠诚 这其中就包括了哈利王子必须放弃外国王子 君主统治者的身份 任何有世纪头衔的申请人 也必须放弃他们的头衔或者贵族爵位 其中一部分需要宣誓的内容是 我在此宣誓 我绝对和完全放弃对任何国外王子 君主国家或主权的所有效忠和忠诚 在哈利王子成为完全的美国居民这段时间里 他可以在这三年内申请到美国绿卡 哈利王子将会被问到 你现在有或者曾经有过 在任何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 拥有世纪头衔宣章或者名望吗 如果申请人回答是 那么他们会被问到是否会放弃这些头衔 作为入籍仪式的一部分 作为宣誓效忠的一部分 申请人必须宣誓放弃对任何外国主权的效忠 对哈利王子来说 他将无法再效忠女王 大家一定还记得 在梅根马克尔和哈利王子的辞职声明中 他们明确表示 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效忠女王 查尔斯王子为他们保留了HRH头衔 伊丽莎白女王也是敞开怀抱 随时欢迎他们返回英国王室的大家庭 但是如果苏塞克斯公学夫妇 决定长期居住在美国 那么他们效忠女王的承诺不过是空话 在哈利王子的入籍宣誓中就已经放弃了这一切 反观梅根马克尔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以一个离异大龄女演员的身份 成功获得英国王子的青睐 在加入英国王室以后仍然保留了美国国籍 并将自己的身价翻了无数倍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 梅根又将哈利王子和阿奇小王子带回美国 并迫使这位英国王子放弃国籍 加入美国公民 梅根的计划可能早就谋划好了 但是谁也没有猜到 欣雅实在太深了